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接下去呢跟大家要讲布施 那么你们都知道通常说布施有三种 才施 法施 无畏施 才施它有两种 一种叫内才施 一种叫外才施 这要分析给你们听啊 是什么意思啊 内才呢是讲我们内心身体里边的 比如我们的智慧啊 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众生啊 比方说做义工啊 叫内才施 叫内才施 外才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你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都是外才 比方说道场啦 我今天布施出这块地方 这叫外才 内才施呢 就是做义工啦 听得懂了吗 法施是什么 法施就是弘扬佛法 让众生学会修行之道 你们看见法施穿的这个身服 你们是不是就想到了佛法 所以为什么法施它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 它就让你想起来我们伟大的佛陀 让你想起来人不应该没有良心 人不应该没有慈悲心 所以看见法施 他就是一个榜样来了 你看看法施 他只要走到哪里 人家就会想起观世音普桑 人家会想起慈悲 这就是榜样 无畏师是什么 这个人恐慌 害怕 你能帮助他 把他讲通 让他觉得不害怕了 你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支柱了 你用佛法让他拥有了一种精神支柱 你就是在无畏师 你们害怕吗 你们很多人生了癌症 来找师父的时候 师父怎么对你们呢 我可以把你们讲得来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是真的不是讲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 只要你好好求 菩萨就会保佑你 你说你有菩萨保佑你 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说你害怕吗 本来你生癌症害怕吗 你说你查出来癌症 你不害怕的 那么为什么不害怕了呢 有观世音菩萨保佑呀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就是来救我们的呀 你这样想了 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三师当中 哪个师最重要 法部师 这三种功德都是 帮助别人 但是法部师能够解救 别人的悔命 人家想不通要自杀了 你跟他讲 你有前途的 你会好的 你一求菩萨 什么都能解决的 你是不是把他命救下来了 救人一命 圣造 七级佛陀 佛陀是什么知道吗 佛塔 七层宝塔 所以你们把一个要自杀的人 能够说到他不想自杀了 你就圣造七级佛陀 你想功德大不大 大家都知道功德保三神造 功德像宝塔一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帮别人驱除了心病 你会让别人接上了智慧花朵 智慧的花是什么花 就是莲花 你想看有莲花的人 他会想不通吗 对不对啊 你以无畏师于众生 以法师去让别人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不要认为他是幸福的 这个世界永远是苦空无常的 他就觉得很正常 好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做人不容易的 所以世间法呀 就是好好地改变自己呀 什么叫世间法 就是你学了就要用啊 你如果学了不能用 你学他干嘛 佛法如果不能马上用 你学他干嘛 一定能够用 教育人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改变人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要把人能够帮助好 改变好 能够救他出苦海 你就是一个圣人 你们在度人的时候 你们就是一个菩萨 在《青鸿经》里面呢 有很多的精彩的句子 有一个句子呢 你们应该都懂的 都知道 师父经常讲的 叫过去心不可得 我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其实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每天都在变化 我问你过去的过去了没有啊 你老把心挂在过去干什么 你什么东西能够把过去的东西拿过来啊 你过去的东西能拿到吗 已经过去了 你过去的拥有的房子 你现在卖掉了 你再跑到人家那里去说 这是我过去的房子啊 很多人为什么 看见自己离婚的老婆 又嫁人的时候 他会很下毒手啊 因为他有过去性啊 所以金刚经说过去性不可得 他觉得你是我的老婆 跟我生活了四十多年 虽然你离婚了 你也是我的 所以当他老婆 再要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 他就是恨的来 嫉妒的来 他就把他老婆杀了 你看看看 为什么他有过去性啊 你们听师父话 你们过去都有过名啊 有过利啊 你们过去都有过你们风光的一面 你们也有过你们漂亮的 很多老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很漂亮 很多老婆婆年轻的时候也是 过去就是过去了 没有就是没有了 就像你的头发一样 掉了没就掉了呀 就像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掌 不管你说过什么掌 你没了就没了 你哪怕做过家掌 你被老婆离掉了 你就是连家掌都做不到了 连这个掌都没有了 所以过去不可得 那么为什么叫现在心不可得呢 你正在想哦 你现在什么心啊 想了我明天咯 能够种六合彩咯 有什么好想的 就去做你的就好了嘛 好好去努力做 用佛法界讲这句话叫什么 你去种你的善因吧 善果你不要去管它 它一定会出来的 你种下去的善种子 它怎么会不长出 善果出来呀 你去管它呢 怎么不会长出来呀 所以现在也不可得呀 你现在得到的 我问你以后会没有吗 现在明白为什么叫 现在不可得了 你们现在拥有的会 待会没有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就是今天种下的因了 你不要去盼着未来 你今天给人家送一盒月饼 你等着他未来来送给你 你就失望了 他不送给你了 过去很多人送一盒 希望人家送他两盒 这个一切一切一切都是未来的 不要去追求啊 所以很多人说 孩子啊 妈妈 爸爸就靠你了 把你养大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我们以后晚年就靠你了 靠得住吗 你们告诉我啊 你们现在靠谁呀 靠观世音菩萨呀 一念经 边上的人全部成为观世音菩萨 他在帮你了 你们靠谁呀 靠孩子啊 所以很多孩子啊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你应该对我好 你们爸爸妈妈 为什么不对我好 以后我大起来 我要养你们的 以后大起来 我要养你一辈子的 以后大起来 我要赚钱养你们的 养了不了 什么都没养 所以你想去靠孩子 靠得住的 哎呀老公啊 我嫁给你就一个了 你永远不要抛弃我啊 抛弃了 未来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你能预测的 你不知道的 你去拼命得到他干嘛 今天的东西都会变 何况未来的呢 今天的东西都没有办法 把它控制住 你们今天能控制住自己脾气吗 你们今天能控制住自己的体重吗 你们今天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不发不跟人家闹 你们今天能控制 今天都管不了 以后还想控制什么 犯起病来 什么都控制不住 那么 未来也控制不住 你说你连今天和未来都控制不住 你还能控制昨天吗 昨天的你在哪里 你们今天好好的学佛修心 你就能控制未来 我今天做好人了 做好事情了 以后未来一定会 菩萨保佑我的 而且我未来心 我不可得 我不需要 自然来了 所以希望你们金刚经 好好学 你想想看佛法这么好的东西 真的要有缘分的 没有缘分路过错过了 能够掌握佛法的人 那你是上辈子一定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 你把比你小的都当成你的孩子 你会很开心 我有这么多孩子 你把比你大的 你都当为父亲 母亲 你好好照顾他们 你就有功德 你就是孝顺父母 因为佛法讲 天下老人都是我父母 天下的孩子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你有这种思想的话 你就大爱了 你不会很狭隘了 太开心心学佛法了 开心就把过去就忘了 你就过去不可得了嘛 太开心心学佛 你现在不在乎 现在怎么样 好好做你的善因 未来一定会好的 心里相信 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渴望 一切随缘 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啊 你们这么多身体上的毛病 怎么一步步都走过来了 你们估计家庭有多少麻烦呢 你们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你们一生当中有多少不得了的 出大事了 怎么现在全过来了了 这就是缘分的 随缘就好了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